兰花的研究和保护开辟新的途径 兰科植物是植物界最大和进化程度最高的家族之一 是研究生命和进化的理想模式植物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正和号训练舰圆满结束了 对韩国日本各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之后 15号返回大连 正和号训练舰是于10月26号起航出访的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 接下来就让我们和王周一起去看看 今天世界其他媒体的头版都在关注哪些重要内容 王周 好的 今天的世界头版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 印度的教徒报的头版 印度铁路在酿悲剧 文章说在星期六的早些时候 印度的一辆高速铁列车发生了拖轨事件 造成了7人死亡 20人重伤 根据最新的调查情况来看 事故可能是火车司机是突然刹车引起的 因为这个事发时能见度是非常的低 不过这已经不是近期印度铁路发生的第一起事故了 过去两个月内 印度发生了数次列车相撞和出轨事故 造成了多人死伤 南非的约翰内斯堡星期日时报 则关注的是世界杯期间飞机票的涨价问题 文章说据推算 2010年世界杯期间 一个四口之家乘坐南非航空公司的经济舱 从约翰内斯堡飞往开普敦需要19112蓝特 约合人民币是17583元 而现在他们乘坐这个班机 只需要7000到11000元人民币 可以说到时候是翻了一倍还要多 英国的路透社 我们来关注一下 说这个甲型H1N1流感 现在虽然是在蔓延 但是并没有阻挡韩国学生参加高考的脚步 文章说上周韩国的高考仍然是照常进行了 有甲流症状的考生拥有着自己单独的考场 以往进入考场之前的考生都要通过一个金属的探测器 以确保没有人携带包括手机或其他的一些作弊工具来进场 今年他们还要面临着另外一道新的程序 那就是测体温 一位家长就说的好 甲流很严重 家长和学生很紧张 沙特阿拉伯新闻的头版 这个头版关注的是 沙特教育部近日公布了一项新的投资计划 他们准备赤兹200亿里亚 在国内不同的地区新建大约3200所学校 新学校将为170多万学生来提供服务 沙特教育部说 教育部每天都会收到两所学校校舍的修建合同 新的学校将大大改善 沙特国内的这个教育条件 英国的星期日滇讯报的头版 关注的则是一个环保方面的问题 文章说据统计 目前英国有27个小镇 在努力地恢复绿化带 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了 这个绿化带的破坏 对环境带来的恶劣影响 前些年因为某些小镇土地紧张 政府将绿化带是拆除掉了 用以建筑新的房屋 但是现在就发现 绿化带的消失情况是越来越严重 而且环境也随之受到了影响 目前英国环境大臣已经下令 必须尽快恢复绿化带 以减轻对环境所造成的压力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世界套版 教育您放 那在稍后的中国新闻中 您将看到以下内容 北京秋拍会推出 康熙潮古董专题 20件艺术精品参拍 台湾大学81年校庆 台上领导嘉宾严肃致辞 台下同学睡成一片 稍后请继续收看中国新闻 每天世界产生的信息 相当于全美图书馆藏数量的八倍 他们来自何处 商场买卖 市场动态 邮件 照片 视频 博客 假如科技可以捕捉所有信息 并转化为深层次的洞悉 我们就能更快地发现规律 更准确地做出预测 把数据转化为行动 智慧的信息开启智慧的决策 智慧的决策创建智慧的地球 我正为此而努力 我来自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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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共建智慧的地球 国际小姐全球总决赛 花落美丽成都 拜水都江湮 问道青城山 分享快乐和时尚 分享生命给你的精彩 服装海洋 购物天堂 流金财富帝 天下服装城 中国常熟服装城 是真实 是不可思议 还是新于世界的事业 全新GLK及豪华中型SUV 极客订购 遵向18个月 零月率购车金融方案 好 中国新闻欢迎回来 在今年的秋季艺术品拍卖市场上 北京荣宝推出的一个板块 是以康熙朝为主题的古董真丸拍卖 其中两大精品巴骏图文大纲和随形田皇石摆件 备受关注 本次荣宝拍卖的一个亮点 是以康熙朝为主题的古董真丸拍卖 这一主题的20件拍品 都是康熙时期的艺术精品 这件右下三彩高浮雕 周牧王巴骏图文大纲 尺寸硕大 及青花 豆青 右里红 三种色彩于一身 由于三种彩料对发色的温度 及还原气氛要求不同 成功烧制极其不易 清代康熙右下三彩印 烧造成本和技术难度极大 故烧造量并不大 传饰品更是少见 而采用高幅雕刻手法的更是极其罕见 在目前所知道的资料中 包括各博物馆馆藏 如此大尺寸的康熙右下三彩钢 矿石罕见 可谓天下康熙第一钢 而另一件大真品 随形田皇石摆件也备受关注 田皇石在我国素有软宝石之称 明清各朝均被作为贡品陷入皇宫 被雕刻成御用喜印及艺术百建 故田皇石又被称为石中之王 田皇石在历台本来产量极低 到目前为止 其资源已接近枯竭 而这块田皇石最难能可贵的 就是体型硕大 重达649克 颇为难得罕见 当时的人都不舍得 在这上面去雕琢 那么就这样传 传到后来 后边的人更不愿意去 不忍心再去雕 所以传到现在 那就更加难得 正在举办的北京冬季房展 吸引了众多的境外房产商的参展 19世纪的法国古董家具 路易十四时期的名将作品 让北京市民领略了 异国家具文化 而美国房产团 更是将签证官带到了现场 开展三天 就吸引了2000多人前往咨询 了解如何赴美看法 这台高约三米的 哥特风格木柜 胡桃木材质上被雕刻出 繁复精致的人物和图案 最具特色的还是柜身上 类似建筑元素的木柱和平台 它是文艺复兴式的仓柜 它本身应该是一个矮柜 一个高柜 然后一个餐台 那么浪漫的法国人 他希望把所有他喜欢的东西 都收集到家里 所以他们把家具 也做成跟建筑一样的 目前此类法国古董家具 已经登陆北京市场 而其独特的人文历史背景 吸引了相当一部分文化消费者 基于北京蜂窝的文化土壤 欧洲古董家具的价值一路走稳 仅以三米胡桃木柜举例 目前35万的市场价格 是其初登北京市场的五倍以上 现在这件东西是35万 人民币35万 对 但是呢 如果八年前 我们可能大概是十万左右 就可以买到这样的水平的柜子 本次冬季房展会上 还能看到路易十四时期 巴洛克艺术的代表作品《布尔柜》 戴帽于红铜镶嵌工艺的柜面 带来精工细作的欧陆风 再看距今一百多年的古董钢琴 以及精美玲珑的瑞士八音盒 近百种古董家具物品 首次汇集于房展会 要做得比较完美 那您知道它的背景吗 这个画背景 不知道不知道 我再了解呢 像这个家具在学习呢 如果说家具用品是亮丽的配角 那么境外房产项目的主角身份 则为参观者带来明确的投资选择 向来被誉为顶级房产聚集地的迪拜 本次也在冬季房展会上登场亮相 而以往曾经参加过秋季房展的 美国 马来西亚等境外展团 本次也带来水平高于网界 种类多于网界的房产项目 其中美国房产团更是依托 秋季房展会的客流需求 拓展服务领域 将签证官带到现场 为投资买房的人群提供咨询服务 开展三天来 登记报名参加赴美看房的 异项人群已经有80人 到现在为止已经来了接近2000人 第七届北京国际戏剧舞蹈演出季的多台高水准剧目 14号晚上开始了集中首演 国家大剧院迎来了世界顶级芭蕾名团 美国芭蕾舞剧院的当代芭蕾集锦 在亚洲的首演 这支世界芭蕾版图中的王者之师 此次组织了9位首席明星 130多位实力舞者的庞大阵容 在剧院的巡演史上规模空前 三分之一 凡事不可一蹴而就等作品 都是美国芭蕾舞剧院 从世界范围征集的最新违约创作上成之作 十月份刚刚在纽约进行了首演 简洁素雅的演出服装 明星演员的国际化构成 乐手与舞者同台献祭 现代与古典的交织 都体现着美国芭蕾舞剧院 海纳百川的艺术精神 拥有近180年历史的德国麦宁根画剧院 送来了德国狂飙突进时期的画剧 《阴谋与爱情》 用于纪念伟大作家席乐诞辰250周年 画剧讲述了一对门地悬殊的青年恋人 因父母的干预和世俗的偏见 被毁灭的悲惨故事 反映了宫廷地图阶级 与小市民阶级的尖锐冲突 发生在18世纪德国的矛盾 却与当代青年面临的艰难现实不谋而合 澳大利亚早闭学校的180名中国高中学生 已经基本得到妥善安置 2009第11届迪拜国际航空展拉开帷幕 法美等国新型军用飞机高调亮相 抢额大批订单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 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